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北流真的不是只有表演厅 也不是只有文化馆 北流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你创作的可能的地方 我觉得音乐带给大家都是一样的 希望能够分享陪伴我们每一天的心情 这是我们的第一回 那接下来会有第二回第三回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越来越扩大 然后也谢谢南港所有的朋友 给予我们的支持 这一次的活动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它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 从年纪很轻到年龄层长的 长辈们一起表演 还有包含很多不同的音乐 都融合在一起 参赛者真的都很会唱 尤其几个奖背选手 他们唱歌真的让我觉得刻苦铭心的感觉 他们的肢体语言都让我非常感动 那很多的年轻人唱歌也有自己回到 所以这一次我受欢迎非常的美 唱歌就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 但有这么好的场地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就来台北流行的中心走一走看看 哈啰 我觉得大家要表现都很好 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爱唱歌 因为唱歌真的很好玩 非常感谢这个北流 让我们有这个舞台展现这个歌火 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音乐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努力 继续喜欢唱歌 努力让自己实现你们的梦想